不管怎么押宝 绝对不能押要把你消灭的国家 我们可以押全世界任何一个 不管自由民主也好 或者我们邻近的友邦也好 日本我们都可以伸出友谊的手 可是我们万万不能押宝在一个 他摆明口头说实际动作做 内渗透外打压我们的中国 这是简单的例子嘛 不管他中国是用笑脸对我们 用九二共识来骗我们 任何人都应该知道中国的本意是要併吞台湾 从头到尾没有放弃过 也就他有敌意 我们四周围放眼全世界两百个国家 请问有哪个国家是要併吞台湾的 这个国家我们能押宝吗 我们可以存有任何幻想 不会嘛 我觉得这是非常矛盾的 有的人说哎呀他反正拿我们没有办法 就像苏奇所说的 如果我们再让蔡英文当选台湾会地动山摇 这个不是摆明了拿中国的武力来恫吓台湾吗 我有时候在想 中国如果真的可以拿下台湾 他为什么不拿呀 我大胆的一句话 你如果有本事可以拿这么多年了 从蒋中正长一直到今天为止 你有本事拿下来 你就来拿呀 那如果苏奇认为可以拿 他如果那么权威 认为中国会让台湾地动山摇 那中国 那岂不是台湾就束手就擒了吗 中国叫我们跪下来 承认九额共识的一国两制 岂不就是并存我们的前奏吗 有什么可以幻想的 柯文哲 他自己本身 对中国从没有一句 警惕台湾人民的话 从没有 只有阿谀奉承 两岸一家亲 因为这个缘务 他对香港 都是一个曲解的论调 说香港游行的本质 是因为高房价 侮辱了香港人民 争取自由民主的心态 居然说警察开枪 是打人 是擦枪走火 是侮辱了香港 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 以前这些问题 我有时候觉得 以前这些问题 都由柯文哲一个人承受 现在你隔壁的刘友彤 等一下回答了 你们郭董 我不晓得 又彤怎么替柯文哲回答了 郭家军 柯家军 我只知道民众党这一次 要为柯文哲要背债了 民众党 民众党 有台湾民众党 当然嘛 因为谁都知道任人 在街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民众党是柯文哲党 他不会有人认为是郭台铭党嘛 民众党就是柯文哲党 所以我认为民众党 提出来的候选 我用大胆的预言 一个都不会当选 好 一个都不会当选 一个都不会当选 在区域 别的我不敢讲 那不都是炮灰 那出来干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出来 他们可能在不分区上 会有斩获 可在区域上 一个都不会当选 所以真的炮灰出来 为了成就他2024 可以拿到中途的门票 这些候选人就任凭柯文哲 在两岸问题上 在香港问题上 尽管站边 要去押保中国 他在台湾 就不可能有多数选票 他可能有一部分选票 拿百分之几 我没有意见 可是他如果押保中国 他在台湾就绝不可能 有多数的选票 所以台湾现在被认为说 两岸关系最差 请问难道不是中国造成的吗 是 这是贺文哲在讲 30年最烂的对不对 最烂的时候 要是你点出这个问题 来 再见